詹言篇第17章 乾餅一張而平安共食,勝於滿屋皆餓而互相爭吵。 聰明的博人必能管治任性的兒子,且可與弟兄們共分產業。 渦煉銀、盧煉金、尚主煉人心。 奸詐的人、愛聽回言亂語。 說謊的人、興信是非長短。 嘲笑窮人的是凌辱他的做主。 行災樂禍的必不能脫免懲罰。 孫兒是老人的冠冕,父親是兒女的光榮。 優雅的言辭,不適宜於愚人。 虛偽的狂語,更不宜於君王。 賄賂在愧贈者眼中,有如寶石。 不論他要轉向何方,無枉不利。 掩飾他人的過錯,可獲得有愛。 旅念舊日的過惡,則離間有疑。 對明智人一句指責,勝過對愚昧人百次襲擊。 暴徒只求叛亂,但有殘酷使者,奉命前來對付。 寧願遇見失調幼子的武雄,不願逢著正在發狂的愚人。 誰以怨報得,災禍必不離開他的家。 爭論的開端,如水之破題。 在激變之前,應極家制止。 宣判罪人無罪,判定異人有罪, 異者同為上主所爭惡。 愚昧的人,既沒有頭腦,守執金錢買智慧, 有何益之有。 朋友平時常相愛,為災難中見兄弟。 常為人擊掌作寶,實是個無知之徒。 好爭辯的人,實喜愛罪過。 高舉門戶的,必自吹滅亡。 誰全心欺詐,不會得幸福。 誰搬弄是非,必陷於災禍。 生糊塗孩子的,只有悲哀。 糊塗人的父親,毫無樂趣。 愉快的心,是良好的治療。 神之憂鬱,能使根骨膚毀。 惡人在大衣下受賄賂,是為顛倒正義的判詞。 精明的人,常面向智慧。 愚者的眼,向地極呆望。 愚昧的兒子,是他父親的痛苦,是他生母的憂傷。 科佛無辜,已熟不當。 象窄君子,更熟不易。 智者必沉默寡言,達人必心神鎮定。 愚人不發言,亦可衝作智者。 若謹口誓言,亦可視為哲人。 愚人不發言。 技術寺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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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 感谢观看